看得到的人是用看得見的眼光去想像 視障者是什麼樣子 視障者其實缺的是視力這樣的一個障礙 但是扣除眼睛這件事 其實視障者跟一般人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不管你是什麼障別的人 什麼狀況的人 其實有一點非常重要就是尊嚴 任何一個人都需要有一個身為人的尊嚴 盲人律師李秉鴻的第一場勝利 盲人律師李秉鴻 司李秉鴻簽下了人生第一張委任狀 承接了唯一一場訴訟 永不妥協 他是台灣第一位盲人律師李秉鴻 逢光打贏美國無線電公司的工商案 多次登上媒體版面 但美光燈背後的他 卻仍因市場遭受會貼上標籤 我比較遇到的最大的標籤是 有時候去搭計程車的時候 那個計程車司機都以為說我是做按摩 這個是我自己遇到的親身經理 那個時候我下班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 嗯 怎麼會那麼晚啊 我說因為上班比較晚 你做養人的齁 我說不是啦 我不是做養人的 他問我說那你要去哪 我要回家 你那邊是不是一個按摩院 也就是說 好像我跟他講了半天 他還是以為我是做養人的 然後我是做按摩院的 內容感覺就是 還是很多人有個刻板印象 就是說 市場朋友都在做按摩 做按摩也是一個有尊嚴的行 但是 並不是每個市場者都在做按摩 除了職業照旁人貼上標籤 在工作及生活上 李炳紅總會碰上 其他人不會遇到的重重困境 比如說 我們想看個書 但不一定有電子書可以看 現在大部分的書都是那個 印刷書嘛 但印刷書其實市場者是不能看的 當律師基本上在打訴訟就是看卷 看卷的問題是最大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辦法看那個卷 你等於其實沒有辦法知道那個卷裡面 是什麼 所以其實還是資訊的問題 資訊不平等 或是取得資訊有障礙 數位世界提供市場者更多生活上的便利性 卻因為無障礙網頁環境的不友善 讓他們依舊寸步難行 無障礙網頁這幾年是有慢慢在 有些地方也做得很好 可是其實我們在上網過程中 有時候也會遇到一些網頁市 他是要打那個認證碼 問題是那個認證碼是圖嘛 我也沒有辦法知道那個認證碼是什麼 等於還是要請人來幫忙看 今天這個無障礙網頁有沒有建置 它的重點其實是在於 市場者在取得資訊上面 能不能跟一般人是平等的 所以它的層面不應該是一個社會福利 而是一個基本人選 當同上障礙 李秉紅感謝願意提供幫助的人 但許多人總抱著我是為你好的心態 卻並非真正了解是仗者 掌聲歡迎我們的認證 我是為了你好 因為為你好為我好 是你覺得好 我常常遇到的情況是 那個有人會熱心來幫忙帶人 你要走樓梯的時候 他會這樣手緊緊抓著你的手 然後呢拉著你 然後他走得好辛苦我也走得好辛苦 我就跟他講說 有引導人不是這個樣子 你要走在斜前方讓他走 有的他也不會帶人 他就推著你走這樣子 他就是不了解 其實也希望說民眾要把市場者當作 其實就是一個獨立的人在看待 那你用不一樣的眼光去看 這個族群的話 那個心境就會獨立 李秉紅認為 對生場者而言 平等待遇應該是人權 而不是社會福利 假設我如果用社會福利去想這個事情的話 他比較會像是一個恩惠 你本來不應該有的是 因為我看你可能是我恩給你 對 那如果是恩惠的話 那基本上 我跟你要 我就要看你臉色 但如果說這是一個人權問題的話 那就不是這樣子 對 因為人是有尊嚴的 任何一個人都需要有一個身為人的尊嚴